講老實話回歸以後我沒住過 我不知道 但是你說喜歡不喜歡 不知道 因為之前 這麼好我還是很小 所以講不出來 住過 待過那邊覺得還不錯 這真的差不多啊 現在你要看你去哪裡了 對啊 可能你去的都是旅遊區吧 是不是啊 所以就沒有那種味道 我們都不是去旅遊區的 我留去我還是不去 就在Flash一樣嘛 一樣道理 哪裡都一樣 哪裡都一樣 沒分別 大陸也一樣 這裡有 對我來講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可能我香港更難 因為我回去 可能翻不了身 不能說是垃圾 只能說是 是有點不同跟之前 是有點不同 不能會說像 只能說是 應該是大陸跟某一個城市 不能說像 根本就是嘛 根本就是中國的城市嘛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就是這樣 因為大外回都在看 如果它不行 中國也不行的啦 對不對 不可能令到它對 對得很厲害 不可能 你能看得出來 每一年都 經常都還有暴亂 我小時候從來沒有發生過暴亂 又不是說沒吃沒什麼 就搞成這樣了 當然有了 有點要爭取了 看樣子 是不是啊 對啊 因為真的很難買房子 你想賺個兩萬塊 因為房子七百多 八百萬 你怎麼去買啊 沒有 人很多種嘛 有人可能只想賺錢 有人是可能 這個不能說評價 某一撮人是不對 某一撮人是對 這個只能說是 有些人喜歡這樣 有些人喜歡那樣 你不能去影響別人去想 自己要想的東西 對不對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想 就算是 自己老婆也不知道 你明天也不知道她想什麼 是不是 這個我跟你說 很難說的 我反正我很中立 對 沒有誰說沒有誰對 看你追求什麼 看你個人追求什麼 如果是 你說 真的 生活很壓迫 什麼都不行 你有民主自由 有什麼用 經濟跟自由 不能相同 不一樣的 兩件事情 中國經濟很好 你不能說她很自由 對不對 這裡很自由 經濟很好嗎 也不見得 是不一定一樣的 OK 如果她在香港出生的 就是中國人 當然喔 理所當然的嘛 就像我在香港出生 雖然我從來沒有拿過中國護照 但是我是中國人 不是拿什麼護照就是什麼人的 也不是看什麼皮膚就是什麼人 像我小孩他們都說是自己美國人 但我跟他們說 你是中國人 對 他們雖然是出生就是美國護照 還好吧 還好吧 對啊 對啊 你覺得中國這麼大 要掌控這樣 又要 他們又要處理那些貪官 還可以啦 不能說太好 也不能太壞 但是 一般來說都不錯啦 美國好像沒什麼變 都差不了多少 對 你去LV 現在有中文 以前從來沒有過 你去哪一個名牌子的店 基本上都有中文 甚至乎你現在幫我們 去幫人家申請什麼東西 都基本上有中文 漢字啊那些